这一年过得可真快 按照我们的传统习俗即将到来的明年就是兔年了 今天我们就来聊点和兔相关的话题 首先就是银湖卯兔 是十二生肖搭配天干地支 十天干就是甲乙丙丁物己更新人鬼 十二地支就是子丑银卯 臣似五味 身有虚亥 一个天干搭配一个地支就是甘之纪年法 可是各位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啊? 十天干搭配十二地支 明明有120个组合 那为什么我们常说60甲子一轮回 甘之纪年只有60种组合呢? 比如甲子年有 甲丑年没有 乙丑年有 乙子年没听说过 你看这就是古人的智慧之处 就是天干和地支的搭配 是一个天干对一个地支 然后用下一个天干再对下一个地支 甲子 乙丑 丙银 丁卯 这么一次类推 而不是甲子 甲丑 甲银 甲卯 为什么要这样呢? 具体当然我们不得而知 不过我们会发现60刚好是10和12的最小公倍数 而天干纪年法这种排列方式 也刚好可以求出两个数的最小公倍数 所以这算不算是古人掌握了计算最小公倍数 不过方法的一个证明呢? 要知道天干地支纪年那可是几乎贯穿了整个华夏文明 历史相当的久远 而且对于我们现在来说影响也是十分深刻的 可能后来的古人也好奇过这个问题 于是人们就发现 如果要是把10天干和12地支 每一个按照阴阳的顺序来给它标注 比如说甲是阳 乙是阴 然后子是阳 丑是阴 以此类推 那么甘支纪年这60个年份 刚好都是一阴一阳的搭配 于是就引发了更深层次的思考 古人知道一些常用数列的最小公倍数 这一点我们早就说过了 比如说我们之前说过 古巴里人人发明了六十禁制 为什么呢? 因为60是123456的最小公倍数 那这样我们要是把一个圆饼 比如说事先先给它分成60份 那我们就可以很快的把它分给 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五个人、六个人 再比如说据说人们在古埃及金字塔上 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图像 也就是象形文字 然后经过破译之后 这个图像表示的含义是数字2520 这个数是什么意思呢? 2520是12345678910的最小公倍数 于是有人推测 古埃及人在建造金字塔的时候 一个编队的人数就是2520人 这样如果比如说需要抬这个大石块 那不管一块石块需要几个人抬 说是5个人8个人只要10个人以内 那就不会有人闲着 就是刚好所有人都有石头台 这个故事是挺好的 但是我考证了一下 并没有查到它的出处是哪里 再说金字塔上象形文字太多了 有2520也不足为奇 总之这些都是最小公倍数的运用 包括像我国古代的数学著作《孙子算经》当中 同样也有关于最小公倍数的解法 说到《孙子算经》 你看《孙子算经》当中也有兔 最经典的题目就是那道鸡兔同龙了 《孙子算经》是《算经》实书之一 它的作者孙子是谁我们至今也不知道 不仅如此 就连《孙子算经》确切的成书年代我们都不知道 只是知道它大概成书于南北朝时期 这个还是根据里边的问题、描述推出来的 《孙子算经》像是一本习题集 这里边对于后世影响深远的莫过于两道题了 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鸡兔同龙 它能流传至今成为每一代小学奥数的经典题目 因为这里边隐含着方程的思想 另外一道题就是物不知数 元臣数大概说是有这么一堆东西 然后说三三数之剩两个 五五数之剩三 七七数之剩二 问物几何 这道题堪称是中国版的剩余定理 在数学史上 在代数史上 它的地位同样都是不容小觑的 而且这里边也用到了最小公倍数的思想 今天我们重点来说鸡兔同龙 我们先来看鸡兔同龙的原体 说今有智兔同龙 上有35头 下有94足 问 智兔各几何呢? 其中这个智就是野鸡 常规的解法就是列方程 就是我们设鸡有x之 兔有y之 然后x加上y等于35 然后2x加上4y等于94 然后你就会解得x等于23 y等于12 所以鸡是23 兔是12 那我们来看孙子算经当中它的方法 答约 智23 兔12 当然这是答案 数约 就是解法 上智35头 下智94足 半其足得47 以少减多再命之 到这为止我们大概明白孙子算经的思路了 你看半其足就是这个算法的精髓 我们为什么要半其足呢? 假设我们这有个笼子 这里边有94只脚 这是两只脚的鸡和4只脚的兔子 它们的脚数的总和 对吧? 那半其足就是我们假设 比如说我们突然让所有的鸡都抬起一只脚 然后我们让所有的兔子都抬起两只脚 那剩下的脚数就是一只脚的鸡和两只脚的兔子 它们的脚数的总和了 对吧? 那用这个数再减掉总的头数 是不是就是兔子的个数啊? 这就是以少减多 然后我们再用总的头数减掉兔子的个数 得到的就是鸡的个数了 这就是孙子算经当中的算法 我们暂且可以称之为抬腿法 对吧? 这也很好理解 但是别着急 你看它的算法后边还有 它说半其足够得47 以少减多再命值 然后是上3除下3 上5除下5 下有1除上1 下有2除上2记得 后边这是什么意思呢? 古人也没有计算器 那他们又是怎么计算的呢? 都是徒手算的吗? 不是的 古人在算盘流行之前使用的工具叫做算筹 使用算筹的这种计算方法就叫做筹算 所以后半句说的就是筹算的方法 筹算是啥呢? 其实就是小木棍 它最早出现在商朝 然后当时是用于占卜 后来成为了数学计算的工具 那用算筹怎么表示数呢? 就是摆小木棍 比如说1就数着摆一根 2就是数着摆两根 然后345以此类推 6怎么表示呢? 用一根横着的小木棍来表示5 所以6就是上边横着的一根 然后下边是竖着的一根 789以此类推 这是个位数的表示法 如果要是10位呢? 那我们就先要横着摆 比如说1、12就是横着一根 然后竖着两根 个位、百位、万位都是竖着开始摆 然后10位、千位、10万位都是横着开始摆 所以用算筹来表示正数 相当于说有两种模式 一种叫做直式就是竖着的 一种叫做横式 直式和横式交替进行 这回我们就知道孙子算形当中说的是什么意思了 上至35头 那就是我们先用算筹 在上面摆上35 说这是头数 下至94足 就是我们再用算筹在下边摆上94 这是角数 半齐足得47 就是我们把足数除以2得到47 以少减多再命之 这个再命之就是把这个结果赋予一个新的含义了 就是我们需要给它重新的命名 具体怎么减呢? 人家说了上3除下3 上5除下5 就是从下边的10位当中除去上边的3 也就是减掉30 然后从下边的各位当中再除去上边的5 你看这就是加减法的具体操作嘛 对吧 结果是12 然后说下有1除上1 下有2除上2记得 这个就和刚才一样了 翻译过来就是用上边的35减掉下边的12记得 结果就是23 这就是后半段描述使用算筹计算的具体过程 你别看这个算筹看起来好像其貌不扬 这里实际上汇聚了古人很多的智慧 《孙子算经》当中很多解法都是运用算筹来完成的 好吧 我们今天先聊到这 我是妈咪叔 一个较真理工男 咱们下期见 拜拜 来吧 谢谢观看